歌后甄雅文! 阴肿流精传急诊送医,我快要挂了! 被妥一书内容曝光死后要将全部遗产交给。 歌后甄雅文! 阴肿流精传急诊送医,我快要挂了! 被妥一书内容曝光死后要将全部遗产交给,感动万千粉丝。 台语歌后甄雅文演唱会倒数,8月朱雀精传急诊送医,她稍早接受本报专访说,想说我是不是快要挂了,医生说是压力,身体状况太累。 她当时搭上救护车送医,当然表示早被妥了遗书,如果让我去了也好,那一定是个福报。 初到28年的詹雅文,为了兼顾歌唱及公益事业从不停歇,她坦言无法让自己奸下来,若是工作有空档,一定会替自己找事做,我一直说服我自己。 也有人劝我看医生,这不是正常的,怎么会觉得休息是罪恶? 其实詹雅文修佛多年,对于生死看得已经很淡薄,当时郭金发在台上试试,他也不禁叹喜世事的无常,我人生启蒙的第一首歌,就是郭老师的作品。 这几年常去电台拜访她,她是个非常谦卑的前辈,对我相当疼惜。 詹雅文唱了多年的歌,近来身体状况欠佳,包括有心脏,甲状性问题,喉咙也长了三颗良性肿瘤,没有把我自己照顾好,绝对是我的错。 这个月初更因为心率不整而送医。 詹雅文透露早写好了遗书,内容都是要怎么去分配善款,毕竟财产是要落捐的,不值得一提,我都早就写好了。 谈到现在每天都要吃数十颗的药物控制病情,中西药都要吃,也开始吃中药补汤。 她表示最近又胖了三公斤,要歌迷不要担心。 对于现在的詹雅文来说,生活重心多是放在公益事业,她也希望能将台语文化好好传承,以前的前辈,像是郭老师把善缘给我,我也要给别人舞台,所以现在会希望,有些良善,需要舞台的孩子,我都要帮他们一把。 回忆月初在鬼门遭前走了一遭,我全身都是管子,就是呼吸喘不过来,像是要溺水的人,那时候隔壁床送来一位长辈,感觉已经要病危了,急救肩里大家都好紧张。 我听到她的小孩说,爸爸,你是我最好的爸爸,你好好的走,下辈子不要再喝酒了。 詹雅文听到这段对话,突然就有了力量,你看我手上抽血的孔还在,感觉像是电脑,不是听说快挂了会有人声跑马灯,可是我却没有,只是白白的一片,那个声音告诉我,如果让我回来,我一定全心全意地把公益做好。 索性经过多日休息,现阶段身体已无大碍。 詹雅文,本名詹书珍,台湾台语流行音乐女歌手,作词家,作曲家。 出生于彰化县原林镇,及冠澎湖县。 詹雅文出身劳工家庭,1980年代以台语流行音乐合唱团体《樱花姐妹》出道,奏唱直至1991年起才开始贯录个人专辑, 并以日本演歌式的长腔走红一届,素有夜市江汇的美称,以演唱国台语老歌与演歌类歌曲为主。